走進中途之家的二樓 現場滿目創意 綠色那個結構補牆整棟有12支 2018年0206地震 中途之家受損嚴重 當時台積電就協助 為建築物做結構補牆 但這次強震實在擋不住 高師母 高師母 謝謝 謝謝 你還關心我們 這個是剛剛嫁了 小朋友的房間 從明天開始 在美輪清潔隊 就會有一個辦公室出來 那些有些需要的人就可以來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張淑芬 親自勘災 要用企業力量再給花蓮相親 一個依靠 帶新聞 許文玲 林道明 花蓮報導